因為疫情相當緊繃 所以很多人自費預約疫苗的施打 現在也通通都停止了 指揮官陳時中說 要大家跟他等到下一批的疫苗進來台灣 不過目前台灣手上只有拿到AZ疫苗 下一批會不會有更多種類呢 包含大家期待的輝瑞或是莫德納 甚至是嬌生疫苗 但是每一個疫苗 它誘發人體的免疫其實不太一樣 像輝瑞跟莫德納 它就是誘導身體的免疫反應 至於這個嬌生跟AZ 則是誘導抗體跟免疫的細胞 當然大家對疫苗有很多的問話 我們也帶大家來整理 像是疫苗的保護力 確實會隨著時間來下降 但是也不建議加劑量或是補打 那接種疫苗 確實也比較不容易感染 包含台灣一直說 如果你有接種AZ疫苗 可以降低重症的感染率 甚至後遺症 目前也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從去年我們才開始有研發疫苗 長期的副作用 目前是看不太到的 至於接種年齡的限制 像是輝瑞就說16歲以上是最好 只是像莫德納AZ還有嬌生 則是限制在18歲以上 但大家之前應該都有聽到 像是AZ或是嬌生 有血栓的情形 年輕的女性非常常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們是建議50歲以下的女性 接種輝瑞跟莫德納算是比較好的 但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出現症狀 或是病症重的人 到底要不要施打疫苗呢 這時專家就會告訴你 建議不要施打 避免有其他的副作用產生 那如果曾經接觸過確診者 也是說這接種沒有辦法避免染疫 所以大家不要再說 什麼有接觸確診者 所以趕快去打一劑疫苗 這是沒有用的 那確診康復之後 到底還應不應該接種疫苗呢 專家認為 還是要再打一劑或是兩劑疫苗 這樣對自己也是比較好的防禦力